来看详细新闻内容 我国将废除刑事法典377A条文 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将不再违法 但以婚姻定义为依据的法律和政策保持不变 副总理黄勋才表示 无论是李显龙总理或是他所领导的政府 都不会改变现有婚姻的定义 黄勋才在受访时表示 政府希望在大多数国人会接受的范围内 废除377A条文和进行修宪 来反映社会态度并达到新平衡 同时维持国人的团结 他也说我国是个多元社会 人们必须学习接受多数人可接受的方案 并和平共处 至于为何不通过公投的方式来废除377A条文 黄勋才指出 宪法对公投的门槛定得很高 废除377A条文离这个门槛还很远 而且举行公投可能带来反效果 进一部分化社会 黄勋财也表明 政府将继续维护以家庭为核心的政策 并继续维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 包括跟公共住屋 教育 领养条例等政策 都会以这个定义为依据 黄勋财也表示 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保守的社会 但社会态度在不断变化 出现不同看法 它促请人们互相容忍和保持克制 维持社会凝聚